让我们来轻松一下 说一桩民国年间天津卫的奇谈 话说当年呢 天津卫有一个诈骗老手 这人姓徐 叫徐忠贞 他呢 生在光绪24年 也就是1898年 那时候呢 正是戊戌变法 社会比较动荡 徐忠贞家里边也挺穷 而且在少年时期就父母双亡 屁大点的孩子没人管教 更关键的呀 是没人给饭吃了 慢慢的 徐忠贞就跟街上的一些小柳混到一块了 什么叫小柳 就是小偷 有的地方呢 也叫佛爷 偷东西叫戎 你看那个人是个佛爷 他那手机不错吧 刚融来的 碰见这种人离远点 徐忠贞呢 就跟这些小偷混到一块了 专门干那些 扒了门锁 掏人钱包的事 后来犯了案 让人家抓到官府之后 这一通收拾啊 两只手 差点给打残废了 出来之后 徐忠贞觉着 这偷东西不是长久之机 要再犯案 再进去 那帮人都认识我了 不把我俩手砍下来呀 于是乎 他独自一个人 坐船去了上海 混迹几年之后 在1917年 加入到了上海拆白党 拆白党是干什么的 专门搞诈骗 搞诱拐人口的 您以为他捕透东西了 是要金盆洗手 干正经营生啊 不是 骗气了 徐忠贞这人呢 脑子够实 像北京话 天津话 上海话 都能说几句 哎 就跟小旋风似的 聪明人都这样 而且呢 有一副好相貌 又会打扮 远远的一眼看过去呀 都要发出一声惊叹 呀 好一个风度扁扁的美男子啊 就是这么扁 谁能想到 在他这种俊美的外表之下 内心呢 非常的阴暗 肮脏 徐忠贞 在这个拆白党里 外号叫白面针 哎 又叫白菊花 当然了 在想当年 这个外号啊 是没有奇异的 现在您一说可能享乐 哎 他就叫白菊花 虽然叫白菊花 但是心黑手狠 歹毒不堪 他专门借助外貌 勾引上海滩那些有钱人家的姨太太 阔人家的千金小姐 他这嘴呀 还特别的能说 跟人家花前月下 海市山盟 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 你看你又是阔人家的 要不你们家还有老爷 你不能跟我走吗 没有你我活不了啊 把这些女人内心给说的是波澜壮阔 回家有什么值钱的首饰啊 现金呢 卷一包就跟他私奔 到了外省之后 这钱直接就被他给扣下 人怎么办呢 迈入昌寥妓院 就是这么歹毒的一个人 凭着俊美的外表和三寸不烂之蛇 这几年当中 徐中贞频频的得手 赚了不少的黑心钱 有一回 他又诱骗上了 上海一个企业家的女儿 周小姐 周小姐那时候还是个学生 年方二八 一十六岁 正是有点想法 懵懵懂懂还不懂事的时候 最倒霉 最倒霉 徐中贞把他骗到手之后 跟他分析 我岁数啊 比你大 你家也不能同意 是吧 你这上学也没什么意思 我在南京有个亲戚可以投靠 你跟我上南京吧 咱们俩在那儿 继续的花钱月下 做一对神仙眷侣 相守终生 这有多美啊 徐小姐一听 是啊 跟我这心上人 跟我这如意郎君 共度一生 这有多美啊 徐中贞一看 好 进套了 就跟他说呀 去可是去呀 不过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受苦 我现在身上钱也不多了 你回家看看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都给改了出来 咱俩打包再走啊 十六岁的周小姐 让徐中贞忽悠的五迷三道 回家之后 打开他爸爸那屋的保险柜 偷出了五千块钱 加上自个儿的一些小手势 打上一个小包 回来就跟他私奔了 还真是去的南京 可到南京之后 徐中贞就把他以六百块钱 卖到了窑子 那五千块钱自然也贵他 这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啊 一回就是大几千 干了这一票之后 他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 没在南京耽搁 拿着钱坐上小火轮 直奔天津 这回回天津 他只有一个目的 在金门落下脚 继续干他的 坑蒙拐骗的营生 在轮船上 他也没事 心里也高兴 哼着小曲到处的散步 他发现 离自己不远的一个客房啊 住着一个女学生打扮的 美貌女子 哎 漂亮 他心里执念佛 这不是老天保佑 这是什么呀 我坐个小火轮 都能碰上发财的机会 徐中贞故意找个理由 跟这位漂亮的小姐打招呼 对方一开口呢 无浓软语 不光是长得美 这声音也很醉人啊 肯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一番盼探之后 徐中贞知道了 她是上海红口女校的学生 叫陆红 现在呢 学校放假了 她一个人出来旅行 正愁啊 没有一个好的旅伴呢 徐中贞一听啊 哎呦 这我回去可得烧点香啊 老天爷您太眷顾我了 追女人呢 这是徐中贞的老本孩 施展出自己的那些绝招来 不到一天就把对方勾引到手了 从陌生人变成了形影不离的恋人 如胶似漆的 估计有朋友要说了 这绝招是什么呀 你说细一点 跟大家分享分享 其实啊 这招都是一样的招 脸上见高低 长得寒碜啊 什么都瞎扯 都是大街上 跟着陌生的漂亮女人打招呼 都说一句你好 这要我去 人可能白了我一眼 神经病 那要是金城武呢 那要是贝克汉姆呢 那女孩肯定露出非常灿烂的笑容啊 所以说别打听了 那些招啊 您也都会 只不过使出来不管事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气馁 什么事 就怕坚持两个字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的 对大街上的漂亮姑娘 say hello 总有一天 能碰见一个瞎了眼的 咱们说回来 反正徐中贞跟陆红这俩人呢 就是如胶似气 每天在这船上过得开心极了 几天之后啊 这轮船到达了天津 两个人在法苏界 找了一个旅馆住去 也没什么事啊 两个人呢 每天就是相依相威 逛逛街呀 消费有钱吗 晚上这烛光摇曳 喝点红酒 吃点西餐 然后看看电影 看看戏 非常的逍遥快活 本来按徐中贞的设想 是到天津之后 就把陆红出手给卖掉 但是一来呢 他这时候不缺钱 二来这陆红真是招人疼啊 长得又漂亮 又会来事 他舍不得了 动了烦心了 真心的 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骗子徐中贞 真心的爱上了陆红姑娘 没过几天 他们两个人客房的对面 住进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这少年比起徐中贞来 还要俊美三分 而且还比他年轻 看这个少年的穿着打扮 听他的谈吐 不用说 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 徐中贞就找个茬跟人聊天 这少年呢 也不见外 跟他说 自己啊 是湖北人 姓胡 父亲在家里 开了几处丑短庄 那买卖不要太好 每年盈利 那都是十万起步 这回来天津呢 一是为了游玩游玩 看看北方的民风 二来呢 是为父亲 找欠账人去收款 作为一个骗子 徐中贞敏感地意识到 能从他的身上 捞出点油水来 他就和胡少爷说呀 我们也是来玩的 这两个人不少 三个人也不多 是吧 你出来乍到的 一个人又年轻 你跟着我们 咱一块玩 这多热闹啊 胡少爷一听 好啊 求之不得呀 那徐大哥 我可就跟着您了 接下来的日子呢 不用说了 三个人玩得 非常的快活 胡少爷也是个 不差钱的主啊 什么好吃吃什么 什么好玩玩什么 哎 哪个戏园子 有名家名角 专门坐车 去上那听戏 这么一段日子下来 发生了一件 谁都没想到的事 胡少爷 迷恋上了陆红 徐中贞 当过小偷 现在是骗子 那夺贼的一个人呢 早就看出来了 但是他没生长 还想啊 跟着陆红 一块做个套 把这徐少爷 装进去 捞上一笔 可是没成小 有一天 徐中贞 从外边办事 提前回来 正好撞见 胡少爷跟陆红啊 俩人滚床单呢 这他可受不了了 陆红他是真心喜欢啊 徐中贞 恼羞成怒 抄起一把椅子来 罩着胡少爷就砸 胡少爷 毕竟是一个人在天津 岁数又小 办的这事 确实也不地道 吓坏了 跪在地上直哆嗦 砰砰砰 给这个徐中贞磕头 徐大哥 徐大哥您原谅我 我岁数小 我不懂事 我控制 控制再控制 没控制住 徐中贞心头一转 本来就是想给他做个套 骗他点钱 那现在这么个局面 不正好是一个老天爷做的仙人跳吗 但是不能让胡少爷决出来 徐中贞呢 还是板着一张脸 态度非常的坚决 要把胡少爷送到警局去法办 告他强奸 这个罪过可是不小啊 徐少爷看磕头求饶都没用 脑子一转 他毕竟是有钱人家的 知道钱的魔力啊 他就跟徐中贞商量 徐大哥 我错了 您打也打了 我也认罚 我给您两千块钱 就当给您赔礼道歉 徐中贞大嘴一撇 两千块钱 我差你这两千块钱吗 我们的吃穿用度 哪一方面比你差了 两千块钱 胡少爷一听 好像有门啊 别两千 别两千 我给您加 您说多少钱 徐中贞 最后朝他要五千块钱 胡少爷二话没说 付了钱之后 拿着东西就离开了旅馆 胡少爷走了之后 陆红说 不关自己的事 胡少爷那是个灯图浪子 借故对自己是强行非礼 哎 他把刚才自己逃遂的表情 全都忘了 那都不算 徐中贞呢 也是真喜欢他 就说 哎 别提了 别提了 这件事就没发生过 陆红又说呀 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自己不想在这住了 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想要换个地方 徐中贞呢 马上带着他 住进了佛照楼旅馆 有一天呢 陆红说 尽管咱们俩身上有不少钱 但是我们势单力薄 我听说了 这天津味混混特别多 咱别让人算计了 丢了钱是小 丢了命就麻烦了 你在这说 钱虽然多 那也有花光的时候 咱们不能坐持山空啊 我呢 懂点外语 想去洋人的公司里 谋个差事 有这么个事干呢 我心里边还踏实一点 徐中贞一听 有道理啊 真是个好姑娘 我支持你 你去试试 转过天来 陆红一个人去了英租界 赶中午的时候 兴高采烈的回来了 告诉徐中贞 找到差事了 给英国洋行啊 当翻译 他一面试 直接通过 人家答应 每个月 给两百块的工资 到月底呢 还给奖金 而且 事先 还给一百块钱的 安家费 你说这洋人 多讲究啊 但是啊 这安家费呢 你得有家 需要家属签字 才能发出来 他就让徐中贞 转天 跟他一块去 签字 领钱 又转一天 一大早 两个人坐着黄包车 到了一家洋行 进去之后 陆红跟几个洋人 急了呱啦的 说了一通外语 徐中贞当然听不懂 没多大功夫 就有人领他进了屋 拿出一份文件来 让他签字 这文件上密密麻麻的 全是洋马子 不认识不要紧呢 陆红已经说了 这是领安家费的合同 他拿笔签字 最后还摁上了手印 对方看他签字 这脸上的表情啊 还挺满意 领着他到一个大房子里 他以为是领钱呢 结果到屋之后啊 对方走了 把这门还给锁上了 徐中贞就奇怪了 他往这屋子里四角一瞧 还有十几个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男人 在这屋里边站着坐着 有的还躺着睡觉 他挺奇怪 这里边都是中国人 他就打听 怎么回事啊 有个人跟他说呀 咱们这屋里的人呢 都是要被卖到西洋 开挖金矿的 你签合同没有啊 徐中贞说我签了 那人又问 那你签的是几年的 这期限有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你签十年给一万 签十五年给一万五 签二十年给两万 你签的几年呢 徐中贞着脑子嗡的一下 我你妈知道欠的是几年的 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玩了一辈子鹰 莫了让鹰给刀瞎了眼 他小半辈子都以拐卖人口 骗人为证 到现在自个儿让人家给卖了 这鹿洪啊 也是一个骗子 那胡家少爷 别说了 他们俩是一伙的 雌雄大骗 两个人是上海拆白党里边的高人 你别看岁数比徐中贞小 入行早 经验多 把他给玩进去了 鹿洪骗他签了二十年的合同 拿了两万块钱的好处费 再加上徐中贞原来骗来的钱 跟着胡少爷 俩人坐着小火轮 吐吐吐吐回上海了 这事到这儿还没完 该找徐中贞的命好 运逃进工人的船 刚离开唐谷港 出故障了 又开回港里来 徐中贞一看这是好机会啊 真让我上那儿挖二十年的金矿 不得死在那儿啊 他找个机会就逃跑 结果逃跑的过程当中 撞上一大落货物 从上边掉下一个大箱子 把他腿给砸折了 跑不了了 但是英国人一瞧 你这腿折了 我请的是工人呢 过去我还得养活你 得得得 不要了 把他直接扔在了唐谷港 结果他这条腿啊 严重感染 最后到洋人开的医院 做了截肢手术 就剩一条腿了 这一回 就算他貌似攀安 再能口吐莲花 也没人看得上他了 他还能拐走谁啊 徐中贞的财路 这就算断了 为了谋生 他也吃了不少的苦 但是这都属于活该了 依然还不清 他当初卖粮为娼 欠下的那些恶债 老天爷 饿不死瞎家巧 再加上这人脑子呀 也真是够实 各处打林工 过了几年之后 他攒下了一点小钱 有了积蓄 他就开始做小买卖 他能说回到啊 结果这买卖 还越干越大 成了徐老板的徐中贞 并不避讳 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 包括自己被人骗的事 只要有人问 他就跟人说 还借此来招揽客户 结果呢 流传的太广了 被评书的艺人 给听了去了 钻能成一个活 很快 徐中贞被女人骗的事 传遍了金门 成了人们 茶余饭后的 笑谈之事 昨天咱们说了 拆白党徐中贞 让另外两个拆白党当中的 高手高手高高手 给卖了的事 这是真事 在当年很轰动 今天呢 咱们再来说一个 拆白党骗人的事 还是发生在天津 民国三十五年的时候啊 天津有一个翠玉楼被骗案 当时也很轰动 民国三十五年呢 也就是一九四六年 九月的一天 南市济馆天宝班 来了一位翩翩美少年 这人穿得非常的阔气 不但阔气还不俗 很高贵的那么一种 举手投足 也都带着一股傲气 这人打眼一瞧啊 甭说 这是大户人家的子弟 家中非富即贵 非官即商 绝不能小看 天宝班的老宝子 叫十六红 一看进来这么一位啊 从远处一溜小跑 脚底下紧刀 到跟前赶紧招呼客人 哎呦 这位少爷 您偷回来我们天宝班吗 你算来对了 我们这会儿的姑娘啊 个个斗随了 赶紧扭头呢 再安排这大茶壶 你吓了言了 看不见贵客临门吗 倒随上叉上点心呢 拉着这位少爷 在桌前边坐下 就问呢 您在我们家儿 有没有熟悉的姑娘啊 要是有啊 我马上让她下来见您 可是这位贵少爷说呢 自个儿啊 没有熟人 头回来这儿 就是听朋友们说呀 这天宝班的姑娘姿色好 尤其是呢 有个叫绿蝶的姑娘 说是国色天象 一笑倾城啊 就想来见识见识 老宝子一听 说要找绿蝶 那可是天宝班的头牌呀 眼珠子一转 他也不说行啊 也不说不行 就是脸上堆着笑 说点有的没的 东彻一句 稀拉一句 就是不跟你说 这姑娘在不在 有没有功夫 这意思呢 也很明显 别看你这声挂萨挺火 长得也人模狗样的 你揣没揣着钱来 我可不知道 你要是揣来了 你就把它亮出来 我看见钱 绿蝶马上就能下来 掏不出子来 那咱什么都不聊 茶钱你还得跟我留下 这贵少爷呢 别看岁数不大 也是非常的上道 懂规矩 笑不自的说 妈妈开的春班 求的就是盘子钱 人吃马胃 都离不开个钱字 我这带的也不多 就这么点 妈妈您瞅瞅 够是不够啊 这妈妈呢 就是对老宝子的一种称呼 好多地方现在还这么叫 这少年说着话 从身边拿了一个西洋皮包 挺好看 盖打开之后 从里边拿出一个紧缎的小包袱来 这小包袱往桌上一放 当一声 好像里边装的东西挺沉 这少年不紧不慢 把这四角分别打开 老宝子眼珠子都快蹬出来了 这里边是吗 十条黄灿灿的小黄鱼啊 这可不是让您搁点油给它干炸了 撒点椒盐吃 小黄鱼就是小金条 大黄鱼那就是大金条 人这少爷拿出来十条小金条 黄灿灿多人二目啊 石榴红着嘴呀 都咧到耳根子去了 少年呢 还是横着笑 不紧不慢的 从里边拿出了一条小黄鱼 往老宝子这边啊 一扔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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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这个呢 是给妈妈的见面礼 就是不知道绿蝶姑娘 能不能赏脸 陪我喝杯茶呀 那还有不能的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佛面看前面 老宝子又是脚底下紧刀 一路小跑就上了二楼 没多大功夫 就见二楼房间里 走出来一位姑娘 这长得真是名不虚传 非常的端庄 细眉如弯月 清闭如浮云 数不清的风情万种 是说不出的勾魂蛇谱 这少年呢 在底下抬头一望 就有点呆住了 之后呢 他把剩下的几根金条 还拿这个段子包好 装回那个夕阳皮包里边 他这皮包啊 确实挺高级 还带一个锁 他嘎巴把这锁锁上 这包呢 就交给了石榴红 让石榴红啊 帮忙好生的看管 话音还没等落呢 抬脚就奔了二楼 搂着绿蝶的杨柳细腰 进了屋 他就关了门 第二天起来啊 又是阳光明媚 这石榴红啊 认为这回是碰见财神爷了 他把皮包往柜上一存 一连三天呢 这少爷跟绿蝶 那是如胶似气 吃喝拉撒睡 全在天宝班 没离开过 石榴红巴不得呀 他在这住个十天半个月的 给你上好茶 上好酒 上好菜 对吧 你吃了喝了 到时候这包里的小黄鱼 那全是自己的 三天之后 趁着少爷出宫的时候 他去找这个绿蝶呀 打听 哎 这少爷到底是敢骂的 绿蝶说呀 这少爷呀 叫邓成斌 是原来国军少将 邓长岳的二公子 现在这邓将军呢 在北平啊 天津呢 沈阳这些地方 做黄金生意 在官里收了黄金 回到沈阳去贩卖 这里边有十多倍的利润 这回少爷在北平 买了一百多两的黄金 想在天津呢 再买上一批 然后一块运回沈阳 石榴红一听啊 都想给绿蝶门口摆箱案了 宫里边这大财神爷呀 太阔了 他必须得拿出 这些年所有的招数 哄着这位爷 吐血 花钱 快乐的时光呢 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 这就已经是第四天了 吃完了早饭呢 邓公子要带绿蝶去逛街 顺便呢 让石榴红你跟我们一块去 说自个儿啊 麻烦妈妈好几天了 应该买点礼物 孝敬孝敬您 石榴红那当然是求之不得 一百个愿意呀 赶紧让二班主盯着班子 他陪着邓公子和绿蝶就上了街 少爷雇了一辆汽车 司机拉着三个人呢 到处逛 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金门有名的珠宝店 翠月楼 进来之后啊 邓公子左挑右选 最后呢 选了两枚宝石戒指 两只足金的戒指 两个金簪子 一串足金的项链 还有一对足金的手镯 他说 这些东西 全都要送给绿蝶 另外又挑了一座小金服 说是要送给石榴红的 绿蝶一看 这么多东西 你都要送给我吗 当时都快哭了 高兴啊 谁说我们这种地方 都是逢场作戏 虚凤假黄啊 你看看人家邓公子 才睡了我三天 就这么有情有义 给我发了好几年的工资 这个事儿可得记住 在心里编成一个小故事 以后讲给那些嫖客听 让他们受受教育 石榴红呢 也是乐得直蹦高 手里拍着巴掌 嘴里啊 说不完的奉承话 等到该给钱的时候 这邓公子突然犹豫了一下 他扭头问绿蝶 这家店的货色可不可靠啊 别是花钱买到假货 那钱是小事儿 我是倒腾黄金的 买了假金货 我面子上可挂不住 绿蝶啊 说自个儿也不懂行事 又问石榴红 石榴红他也不懂啊 邓公子就有点含糊 拧着眉头左看右看 他突然一拍脑门 他想起来了 说自个儿有个蒙兄弟呀 就住在附近 他父亲 那可是健保的大价 这点东西拿过去 请他老人家一过目 真假历变 说到这儿 邓公子就向珠宝店的掌柜 说明这个情况 这掌柜当然不愿意了 我这都是贵重物品 离贵您就得给钱呢 这邓公子就说呀 哎呀 那遗憾呢 多谢掌柜了 我们上别家去买 说完了 拉着绿蝶就要走 这一下轮到掌柜的犹豫了 这位爷挑的东西 可都不便宜呀 而且人家买呀 都是一件一件的 人这位少爷 那是一堆一堆的打包批发呀 这个买卖要是跑喽 那可是真就遗憾了 掌柜的呢 赶紧拿花拦着邓公子 曹爷 别着急走啊 你 你 你这样行不行啊 这两位女眷呢 留在我这儿 我好茶好点心伺候着 您呢 脚底下也扫位快一点 鉴定弯了呢 您赶紧回来 您看剑半星嘛 这邓公子说 有什么不行的 掌柜说的合情合理 他把这金货包好 拖在手里头 扭头跟绿蝶 还有这石榴红说 爱妻和妈妈 你们暂时的等候一下 我去去就回 说完 大不流星的出了门 坐上汽车 扬长而去 绿蝶跟石榴红 俩人就在店里喝茶吃点心 你别说这茶挺香 这点心呢 真甜 可是 左等不回来 右等还不回来 都到正午了 掌柜也冒汗了 那么的 还得让我管顿饭呢 琢磨来琢磨去 他觉着 可别是遇见菜白党了 他赶紧就问绿蝶 那位公子 跟你是不是一家子呀 绿蝶也害怕了 他就诗说 自己是天宝般的姑娘 这是老宝子石榴红 半个天津卫的老爷们都认识 你挺大一老板 你怎么不认识他呀 这掌柜的还真是个洁身自号的主 从来不去那些烟花柳巷 他哪认识什么石榴红自了红的 三个人呢 知道可能是上当了 赶紧回到天宝班 问这个二班主 邓公子回来没有 人说没回来呀 跟你们出去之后再也没见招 石榴红赶紧赶到柜上 把那个上锁的皮包拎出来 也不顾忌了 拿刀直接划开 发现这里头 全都是用报纸包着的碎石头 您说给掉包了 没有 那个包着小黄鱼的段子包啊 还在 打开小包拿出金条 割牙一咬 这才知道 什么金条 全是镀金的西条 给石榴红的那条啊 稍微真一点 外边镀的金呢 略微厚一些 掌柜都不干呢 我知道你们是上当了 还是跟他一块儿骗人呢 超超攘攘的 拉着石榴红和绿蝶 就要去报官 石榴红一琢磨 虽然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但是没有证据呀 他们三个人去催御楼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得了 认头吧 最后没办法 变卖了房产 还把人家的亏空给补上 那这位邓公子 到底是谁 没人知道 但是从口音辨别呀 肯定是官外的人 不是邓长月的二公子 不过是借他人之名 来骗财罢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 当时金门的各大报纸 纷纷报道 一时也成了笑谈了 可怜这绿蝶呀 白白陪人家睡了好几天 什么也没捞着 差点还吃个官司 最惨的那肯定是石榴红啊 赔了夫人又折兵 阅人无数 还是走了眼 卖了房产不说 关键这老脸呢 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在这地头上 他都没法混了 而是他声音的 请不吝点赞 对 不容易 做什么 我还在等的 但这是 这些人 想算他们啊 都没ional 好 那是 明天 我问一下 对 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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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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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